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刚上传了Blackpink一年多都没有回归的消息 今天就传来了 Blackpink会在6月份即将回归的消息 难道YG娱乐的关系人 有在看DenQ频道? 虽然YG娱乐的发表是很不可靠的 但是毕竟说MB都已经拍摄结束了 所以应该不会再拖的 但是随着Blackpink快要回归了 网络上又开始出现了很多无脑的黑粉 不是,已经不能用无脑来形容了 应该要说是脑残 首先是脑残1号在自己的IG现实动态发了 我要杀Lisa,我已经准备好枪了 然后把Lisa的照片跟坟墓也拼在一起了 再来就是Twitter上的脑残2号 在Blackpink表演时会枪杀Lisa 你们可以跟偶像说拜拜了 因为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她丑陋的脸 再来就是 本来很不想提她的 但是因为有太多网友们发私讯给我 所以就提一下这个熊孩子吧 之前我在直播的时候 她就来增热度影战 现在在自己的频道还留这样的内容了 Blackpink将会在6月回归 现在正在拍摄MV 各位Blink一起打败Twice这个 我将会在6月1号去韩国Twice的showcase 拿刀杀死全部成员 到时候Blackpink就成为top团了 首先希望万死们不要因为这个熊孩子 而攻击其他Blink们 因为他根本就不能代表了Blink 而且我觉得Blink们也会因为他而觉得丢脸的 不用说Blink就连我都觉得很丢脸 就因为他这样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看不好追星的人 而且大家看一下他的用词 这嘴巴里是含着屎吗 然后他说6月1号要来韩国参加Twice的showcase 他不知道来了就要被隔离14天吗 所以我来告诉你 就算要来也要在5月18号之前来才能赶得上 然后他不止不喜欢Twice 好像也非常不喜欢Exo 就算你再不喜欢Exo 你可以攻击他们歌不好听 舞跳的不好 因为那是跟你的取向有关系 但是攻击Exo车友们长得丑 歌唱的那么差 也太没有说服力了吧 然后顺便友情提示一下 励志要做一个无脑的黑粉的话 尽量不要公开你的名字跟那张脸 要不然真的会后悔的 然后真的希望 有不喜欢哪个团体的话 管他死管他活 就直接不要给他关心 不要过于去引战 导致因为你 而让自己喜欢的团体 产生更多的黑粉 下一个消息是 Exo队长苏霍 将在5月14号入伍 这是继Show Me Duel 第三位当兵的Exo成员 真心希望苏霍能够平安 再平安地完成兵营 以健康的样子 回到粉丝们的身边 最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索尼西迪队长 Tae Em的新歌 Happy Zither Harp 在5月3日里的新歌 有适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